郭德纲算的到底有多精 周年庆赶上小长假 无一对于德云社来说 简直就是双喜临门 这样重要的场合 肯定是要有德云社 重量级选手坐镇的 而这就体现出了老郭的精明 从无一期间的演出节目单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 孟赫棠等一众大咖都已到位 甚至就连忙着给新剧 做宣传的郭麒麟 都是压轴出场 却独独不见张云雷的身影 要知道张云雷 那可是德云社的人气王呢 张云雷唱了一个小曲 叫碳清水河 在网上各大平台上 到处都搜得见 咱也不知道 这玩意是哪说理的 怎么红了都 实际上张云雷 虽然缺席了舞仪的相声专场 但在之后的古曲专场 却是主掌大局 而老郭能有这样的安排 也很好理解 毕竟张云雷就是 老郭手中的一张王牌 只有在该用的时候 才会拿出来 一方面是因为 这次到场的大咖 几乎都已到齐 总要留下一两个 保持新鲜感 用曲艺界的行话说 就是留个扣子 把你给拴住了 让你下次还来 而另一方面 就是用张云雷的影响力 带动更多的人 喜欢传统曲艺和戏曲 不得不说 老郭真不会是 德云社的定海神针 这一番操作下来 不得不让人夸上一句 搞 孤德纲砸挂张云雷 背后却是满凭心酸 我这会儿上医院看看 我就说 这次要是不死 你就红遍天下了 我不期待 现在知名度很高 当然 这种方法 希望其他的演员 不要借鉴 2016年 张云雷刚结束了 在南京小剧场的演出 和朋友们参加完庆功宴后 就前往高铁站 给朋友送行李 谁料却突发意外 从十几米高的送客台跌落 跨骨摔断了 骨盆摔断了 我的右脚的脚后跟摔爆了 当时直接被医院 吓打了此生再无法登台的噩耗 但作为师傅的老郭 却是丝毫没有放弃的 鼓励他就算之后 说不了相声 也带着他一起说评书 而这也不是老郭第一次 对张云雷特殊照顾了 2005年 张云雷的嗓子出现了倒舱 看不到希望的他 直接宣布退出德云社 那会倒舱说话就是 嗯 嗯 我已经放弃了 我说我根本就没有这个病 我说老天 他赏我这碗饭去吃 2011年 王辉不忍看地继续在外漂泊 便向老郭提出让他回社 你要唱歌吧 你这样吧 我唱歌的人呢 我这只会多 我跟你找人 我帮你扑这条网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的 我说爸 我说您不用问了 我说您不用问了 我说我听话 我说我回来好好说相声 我说我听您话 哎 好孩子 好孩子 感动于老郭对自己的爱惜 张云雷在台上也从未辜负过老郭的期望 即便摔下站台全身打满钢钉 也依旧带着满怀的热情 给观众带来感动和惊喜 而老郭夸取这个儿竹时 也是毫不吝啬地称他为上司之才 可以说张云雷今天能有如此成就 绝对离不开老郭的《老郭的狗的不离不弱》和博大胸襟 原来蔡明真没吹牛 一句话就让严何强着架不住 郭德纲呢 管我叫姑姑 所以这么郭麒麟啊 孟和唐呀 袁云鹏啊 见了我都叫奶奶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 这孙子是谁呀 万万没想到 蔡明这辈分竟然如此离谱 实际上 蔡明在相声圈能有如此辈分 倒不是因为她说不相声 而是因为和郭德纲的师傅侯耀文 情同兄妹 所以老郭见到她 还真得喊上一句姑姑 难怪就连颜鹤翔 想着德纲社出了名的进攻型捧根 遇到她都是苗变孙子 没有一点脾气 颜鹤翔 没听说过 但是相声演员呢 我当时认识很多 他们天天在那吹牛 天天说爆菜棉啊爆菜棉 见了面没有一个敢爆菜棉 正如蔡明所说 相声界十分讲究论资排辈 而德纲社的一群徒弟们 之所以在长辈面前 恭恭敬敬不敢放肆 权益老郭这个师傅的以身作则 郭德纲那一年 跟我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叫我叔叔 我也非常诧异 哟 他怎么知道 这个规矩呢 这就是他们这个 取义门的这个 讲究这个 对 实际上按照相声权的规矩来说 张国立和郭德纲 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我们 按照取义门上来讲 我没这个背 但是咱跟他们说 按家里来说 按家里来说 他这么叫我 我没问题 因为跟耀文 毕竟是三十年前 就是熟 都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老郭正是把侯耀文这个师傅 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去尊敬 所以才会问张国立 叫上一句诗书 有老郭如此重情义的人在 何愁得云社不洪祸 又何愁取义不能复兴呢 行业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